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 有网友在微博爆出疑似毛小彤父亲与毛节目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截图 截图中 疑似毛小彤的父亲称 要求毛小彤更会原名 并且必须保持稳定性的联系 还称自己的生活质量需要与毛小彤母亲一样 截图里还提到柜台心情付诸会结束过 毛小彤团队会审失度似的 天价赡养费和难以理解的要求背后 是一个父亲的失职 在毛小彤的微博中搜索父亲没有任何内容 而搜索妈妈会许多无数温馨有爱的微博 毛小彤还在微博中描述 感谢妈妈把我从垃圾桶里剪出来 可见毛小彤的童年身世十分坎坷 据称 毛小彤一岁时 父亲就与母亲离婚了 死后父亲并没有尽到他的职责 毛小彤由母亲一人代大 在他小时候 母亲安排他学行学生乐 注重培养他的才艺 虽然没有太快乐的童年 但长大后 当初辛苦学习的东西 明显为自己现在的演艺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因此他非常感谢自己的妈妈 而这位陌生的爸爸 却张口在节目中表示 打算拿了这五千万以后 就和女儿一刀两断 老子不相往来 节目现场 律师并没有支持其主张 反而劝他可以恢复妇女感情 对于五千万的赡养费 律师并不认同 表示能够保障目前的生活 两三千就够了 话题互动 你如何看待毛小彤自己的行为呢 最后 欢迎更多的新同学关注我们 以及转发 评论家点赞三连哦